在有条件的协商之后 猪农、屠宰场、肉伤 三方达成初步的共识 延缓屠宰费率的调升 并且暂缓从屏东标售温体猪 进入台东肉品市场 其实那个养猪协位 因为出来促销这也有一个困难 因为他们就是要针对他们 他们养的毛猪 其实是没有那个瘦肉精的 他们要配合政府 所以他们要出来促销 他们也是勤为得已 我是希望说我们公卫 就是跟那个县衛在那边达成协议 我们也是希望台湾的县品 可以吃到新鲜 具有保障的粗肉 我不希望他们养猪再出来促销 因为我们已经跟县衛在那边 已经有达成协议了 其实他们在那边促销 也会影响我们肉伤 我个人希望说 这次已经和平解决了 需要在与伴众活动 可以支持他 可是他方式很多 他不能用促销的方式来做 肉伤停止向屏东标售温体租资 相对的也对缓解台东猪农 租资自销的困境 起到大幅度的改善作用 只是在全台租资销售市场低迷的情况之下 不论是养猪业者或是肉伤 共同携手度过这段低潮期 才能保障台东猪肉市场的永续经营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报导